想换一套称心如意的二手房 有什么诀窍 回答这个问题 寄居蟹有最好的答案 一生要更换几十套住房的寄居蟹 提炼出来的换房经验 妥贴的适用于需要买二手房的购房者 寄居蟹的诀窍有三个重点 第一是线下手为强 既不可施时不再来 第二是目标明确 坚持战斗 绝不松懈换房的决心 抢到优秀房产的寄居蟹 不是最有钱力气最大的那只 而是最有重力最想换房的那只 第三点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 换房时个人力量太单薄 依靠社区群体的力量 才能找到好房子 海洋里一只玉金香玄罗在觅食 它的裸壳是寄居蟹很喜欢的房子 不过寄居蟹没有力气去杀死玄罗 强占裸壳 它需要的只是等待 等待一只没有裸热的空裸壳 没过多久 寄居蟹很快就等到了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 一个大个头的天王赤旋罗 看上了玉金香旋罗 打算把它收入腹中当作晚餐 美味的小旋罗逃不过 斩着橙红色肉体的大天王追击 落入了虎口 这时 周围围观的寄居蟹纷纷跑过来 等着大天王啃吃掉小旋罗的肉体后 把它的裸壳扔出来 新鲜出炉的裸壳 炙手可热 这可是最接近新房的一套二十房了 好几只巨鸡蟹都看上这套房源 围在天王赤旋罗的身边 等待新房子从天而降 正好砸中自己 竞争对手那么多 房子只有一套 怎么办 一只勇敢的巨鸡蟹决定不带等待 他要主动出手去抢房子 把自己送进天王赤旋罗的嘴里 是一场巨大的冒险 毕竟巨鸡蟹也是大天王食谱里的实物选项 不过还好 刚吃过螺肉的大天王 这次放过了寄居蟹 抢占先手的寄居蟹 收获了一套崭新的二十房 冒着生命危险强大房子的胜利者 告诉你更换二十房的第一条准则 好房源不会等人 看重的要尽快下手 虽然丛林法则的残酷粗暴程度 远远超过了法律限制的市场规则 但是抢夺稀缺资源的竞争驱动力 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现在来看丛林法则中 另外一次抢夺房子的战斗 找不到合适罗格尔的寄居蟹 只能僵住着居住在破损的外壳而已 住在破房子里的寄居蟹 更住在好房子里的同伴相比 健康状况更糟糕 躲在破房子的寄居蟹 没有食足安全感 它会减少外出觅食的次数 导致营养收入不足 性陈代谢率低下 墨西哥国立大学生物团队 在海边收集了一堆寄居蟹 一半住在破房子里 另一半住在好房子里 团队把寄居蟹带回实验室 测试它们的体力 实验室里的场地 中间放置一只空螺壳 连接到测量压力的仪器上 参加测试的寄居蟹 被赶住原来的旧螺壳 被迫搬进测试螺壳里 展示它的肌肉力量 两只个头大小相同的寄居蟹 一只外壳有破损 另一只的外壳完好无缺 它俩力量测试的结果 符合生物绝佳的意气 住在破房子里的寄居蟹 肌肉力量比住在好房子里的同伴 更软弱 实验还没有结束 团队把住在不同房子里的寄居蟹 按个头大小 两两分组放在一起 住在破房子里的寄居蟹 跑到同伴身边 使劲敲打了在外壳 试图把同伴从外壳里赶出来 住在好房子的巨蟹蟹 奋起反抗 捍卫自己的主权 它俩的战斗结果 出乎生物学家的预料 肌肉力量更强 健康状况更好的巨蟹蟹 居然打不过住在破房子里的同伴 力气大的巨蟹蟹 被赶出了好房子 让位给力气小的同伴 抢到好房子的巨蟹蟹 如果遇到另一个同伴来抢购他的新家 他会拼命守卫来之不易的房子 哪怕被打断蟹腿 也不放弃他的新家 长期住在破房子里的巨蟹蟹 非常重视新房子再来的美好生活 跟强壮的同伴相比 他更有战斗的激情和动力 破房子里的巨蟹 攻击性更强 擅长在明显劣势的情况下 赢得胜利 在劣势下抢到好房子的巨蟹蟹 告诉你更换二手房的第二条准则 进取心比实力更重要 坚持战斗 不要松懈换房的信心 才能找到好房子 在弱肉强食的丛林里 力量并不是一往无前的武器 还有很多劣势物种逆袭的励志案例 另外 丛林生活并不是单打独斗的个人奋斗史 弱小的种族 凝聚成一个集体 才是办成大事的基础 这条准则 在更换二手房子同样使用 在加利比海的一个小岛上 一只巨蟹蟹发现了一个干净完整的空楼壳 可是这只卢壳对它来说太大了 并不适合居住 巨蟹蟹并没有失望地离开大楼壳 而是待在旁边 等着其他路过的同伴 一二三只同伴过来了 然后更多的同伴过来了 一群巨蟹蟹按照个头的大小开始排队 大个儿的排在前面 小个儿的排在后面 几个小时过后 一只适合空楼壳尺寸的巨蟹跑过来了 当当当 集体换防行动开始 从大到小 巨蟹挨个儿更换自己的二手防 这套交易楼壳的连锁反应 有个正式的名称 叫做空缺链反应 是指生物在共享有限自然时 自发形成了一连串填补行动 巨蟹花上几个小时排队等待 准备妥贴后 空缺链在几秒钟内就能开启 像推翻一排多门诺骨牌一样 刷的一下完成集体换防操作 在排队等待的时候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 后排的机器械会爬到前排的外壳上 提前检查一下自己机间更换的房子状况 而前排同伴也会乖乖容忍他的勘察行为 集体换防的机器械 告诉你更换二手房的第三条准则 依靠群体的力量 你能接上寻找房源的时间 迅速找到适合自己的好房子 同龄生活并不是一味的弱肉强食 还要同伴之间的互相帮助 共享宝贵的有限资源 世界上有800种寄居蟹 在海洋里陆地上都有 生活在海洋里的寄居蟹 更换外壳的频率远远超过陆寄居蟹 海里不缺海螺和海螺壳 寄居蟹就像在商品丰富的购物广场里逛街 看见了好看的螺壳就换一个 一天能换三次 生活在陆地上的寄居蟹却不同 陆地上缺乏螺壳资源 一只二手螺壳要传承给好几只寄居蟹用 有时还要窝居在不合适的小螺壳里 陆地寄居蟹更能体验到换房的艰辛 拥有更加丰富的换房经验 好了 寄居蟹换房子的秘密现在到这 关注培根的动物笔记 为您讲解自然界的秘密 下集见